哈喽 我就是那科金靠运起频 就很牛下小主播 龙哥爱达小怪兽 今天给大家带一期新版本挑战的视频啊 那昨天晚上也是发生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啊 啊 至于的时候 刺卡到喉咙里了 所以是因为声音有点奇怪啊 大家可以可以谅解一下 那我们 先是给大家发完视频 然后再去医院啊 把这个刺给拿出来啊 嗯 那什么吞吃饭吞醋啊 大家就不用说我都知道啊 那也是呢 也并没有什么软用 然后这个新版本的挑战的话 前面其实都还是比较的简单啊 那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几个功能啊 功能性件是是干干什么用的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啊 就恢复子弹啊 就瞬间满子弹弹架挖挖后背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有无限弹架老铁啊 可以自动忽略 那我们今天也是用这个泰坦破坏者一啊 给给大家打的 但是太阳破坏者一并没有征服者打的快 也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形态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防护手雷啊 这个东西可以代替雪瓶啊 可以群体加雪 然后可以在这个圈内就可以回复生命值 还是一个 真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啊 我就感觉这个东西还是蛮实用的 特别是大家轮的丢啊啊 如果而且是有叠加的啊 叠加效果 第三个就是这个机动炮 应该在回灭都市里面 大家也也看过打制天使的那时候可以有 但是这个只有两发啊 那个记得我这个那个有三发 但是这个只有两发 嗯打小表弟啊 也就是那个boss里面银色泰坦的时候啊 比效果比较好 嗯 啊 那第四个东西呢 顾名就是这个召唤 寒霜巨兽啊 寒霜巨兽的话 就是一个呼拉圈啊 转圈圈的一个泰坦 对本条线上的怪物造成减速 并且造成一定伤害 并且减速 这个东西打boss也是相当相当管用 可以减减入减boss的数 据说还有 减这个减防啊 防御力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能是有啊 这个伤害太难受了 嗯 边讲的边这个 然后第五个就是这镭射激光枪啊 这个打boss 嗯不是泰坦用啊 这个东西 竟然用来轻小怪啊 轻小怪对一条线上的 怪物进行穿通性打击啊 这个还不错 穿通性打击 感觉还是还是可以啊 然后下一个的话 那就是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的东西就是 哇 这喉咙讲讲的一半啊 非常难受 暴走啊 暴走就是提高移动速度啊 然后并且提升近近身武器伤害啊 那可以秒第一个 第一个最早的一个10回合 那个小boss 啊 这把太坦 破坏者呢 是从boss箱里面开出来的 所以说 在这边直接告他 告他告诉大家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个形态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 不如征服者啊 不如惩罚这一枪来的打的快啊 嗯 所以说第一个形态就给大家看看吧 哇这下面这个我发现他这个圈 看吧 在下面我跳一跳都这里都能回血啊 啊 这个圈表示 范围覆盖的也是比较大 比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好 这个下面是有6发榴弹 我记得征服者是10发 神发是5发 那也是介于10发和5发之间 但他这个榴弹是有一个 可以看到有个特效啊 就一个黑色黑色的一个光圈特效啊 感觉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 特别特别大软用吧 好 前面几回合 大家都是非常的熟练啊 就能够度过就是也不说熟练吧 只要几个前面几回合打的快一点慢一点 不非是影响到你一个刷箱子的一个速度啊 其实对整体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那这边先给大家推荐个猪号QQ啊 36D大兄妹子24小时接单 嗯 4F走油 4F端油 逆战王者荣耀号 都是有大概可以加他了解一下 嗯 那很多人问怪兽啊 想听一下怪兽小时候的故事啊 怪兽小时候我故事 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哎 就是感觉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熊玩啊 就是个熊孩子啊 估计当时我们像像我这跟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 是没有什么电脑哎 不是说没什么电脑电脑没有这么多游戏啊 那时候是 CF都是没有CF 那时候红色警戒啊 红色警戒有多少拉铁娃果啊 红色警戒帝国时代啊 那个年纪啊 红色那时候 红色警戒帝国时代在我们那个年纪啊 比较比较流行啊 90后嘛 这个东西就比比较流行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基本上都是在喜欢出去玩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现在你们都喜欢吃的冰淇淡 然后 不吃冰淇淡 现在不吃冰淇淡 现在应该 想吃什么 应该吃冰淇淋是不是 啊 就在家里宅的 然后搭来游戏什么 那我们的时候就想就喜欢出去玩 然后在家里 除非有 然后玩电脑啊 呃家家里也不给玩 不不让你玩电脑 对不对 然后还 为了不让你玩电脑 还把门给锁起来啊 还还还还还给电脑上密码 哎 反正是不让你玩 电脑也 啊 啊我表示这些父母的智商一下子提高 提高了五百六啊 哎 各种方法就是不让不给你玩电脑啊 呃不给你玩电脑了 那只能出去玩的呗 出去跟小伙伴玩什么呢 玩那种 BB弹 BB弹的枪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老铁士知道BB弹啊 就那个圆珠子枪啊 圆珠子枪了 我们可以就个打野战啊 呃 什么感觉突然打野战这个名字有点乌啊 哎 就是打野 换个子就是打野子哎 咳咳咳 就是出去打手枪哎呃不是出去玩手枪啊 对出去玩手枪然后打枪战打枪战对 这个感觉好像听起来听起来舒服一点嗯 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啊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小孩子也不怕热啊对不对 五毛钱的冰写五毛钱的那个 汽水啊五毛钱棒冰一吃哇就感觉 突然像喝了麦洞一样啊就精力回复了 然后就开始开始刚开始干 就根本就不就不带怂的啊 那么这边给大家教一下这个 主要两个小boss吧一个是小表弟啊 我简称这个银色太胆叫小表弟啊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大表哥啊 大表哥就是金色太胆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怪兽直播剑啊 虎呀直播搜索龙 怪大小怪兽就能找到我们的直播剑啊 啊直播时间一般是在两下午的两点钟啊 晚上的七点钟以后啊 给大家可以打我们直播剑啊 然后然后找我这个小泰坦的话 建议用寒霜巨兽啊打他和那个冷冻枪 当他家他这个小泰坦的最致命的招数 就是一个三三段位移啊 三段撞击啊 还有太空滑步也简称 三段撞击太空滑步 那么各这一招的时候就当他快太空滑步的时候 滑出第一段距离的时候 直接给他冰冻 或者即将要到滑动的时候可以给他冰冻 那么他的移动的速度就很慢很慢 而且距离就很就很近很近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可以瞬瞬间将其击杀啊 小泰坦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就用好寒霜巨兽啊 和冰冻枪啊和队友配合好 有这两个方法啊 就可以轻松的击杀小泰坦 啊其次就是用葵啊啊不是葵那个叫鹰啊 鹰鹰鹰鹰鹰的这个 技能和 榴弹啊这几个配合好 小泰坦还是比较容易击杀的 那大泰坦其实就有讲究了很多人说怪兽啊 我们这打太大泰坦都有盾啊还还大泰坦有个技能就是 全屏轰炸 那我们今天啊不会让他放出一个全屏轰炸好吧 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如何克制 这个大泰坦大泰坦吸下来的时候落地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 去站的那个牌子那边 站的牌子现在就是这个我队友做队友站这个位置 我这个位置没有站特特特别好啊 然后站在这个两块绿色牌上 然后到上面减c4可以炸的炸到炸到炸到 泰坦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泰坦的血量在上面现在是95% 每减20%啊也就是20% 40% 60% 80% 100% 这些都可以对造成这个时候都可以开盾 他开盾的时候呢 就会如果你不去就是用手就是手动 如果不用c4的话 他就会 开启全屏轰炸技能 然后这里有个小泰坦和他表哥一起出场 我的建议就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专门溜这个小泰坦啊 专门就是 当辽机啊 然后把小泰坦呃吸引他的火力啊 其他三个人去打好 这时候只要站在这上面看到没有 这有个蓝色的光圈啊 我们直接跳到上跳跳上面 然后捡起c4 c4以后怎么扔 左键扔出去 然后按左键爆炸好 这时候他有个眩晕眩晕的镜子 马上进过去以后放寒霜巨兽啊 然后加上榴弹 这时候可以看到他血量刚刚是多少 80% 现在血量 速度迅速减减入啊 这小泰坦 表示因为这是野人啊野防吗 对不对野防 所以说玩的也不是 大家配合的也不是特别好 如果说会玩的话 几个人我这这这把很快 看到没有 又可以开盾了 又可以看我们再上去捡这个 啊 捡这个c4啊 c4小伙子还想跟我们抢c4啊 要表示非常凶逃 这时候一按好 这时候盾盾不紧炸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去 突然发现没有啊 突然发现没有寒霜巨兽啊 不要不要心 哈哈我这边这边看错了啊 那就开个一吧 开个一上上去直接怼脸啊 这个小泰坦 我还是叫队友开了个云啊 当时当时也是在直播的时候打开个云叫队友去把他 啊吸引他的火力啊 那小泰坦表示要放下风风光喜欢捶我啊 那么这边又到了40% 我为了不让不被小泰子小泰坦撞死 影响我们上去捡这个 c4啊 那么果然还是加了加了一口血奶了一口血 那看一下40% 40% 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就要继续往上走 c4mcom引号 好大了成功拿了c4 那么还是老节奏 你看这个boss就是不是特别轻松啊 轻松就不能过啊 轻轻松就能够啊 队友配合的不是特别好 这时候如果放两个还上巨兽 再放再把榴弹放个两缩榴弹 哇直接可以从40%到20%的血量啊 虽然说即使没有这样子可以看到 整体打的血还是相相对比较快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这房子有几个路人啊 也不都是粉丝粉丝局 所以说 啊打的也一般啊 配合的一般啊 这时候这边可以开个1啊 有1的时候放1 有有榴弹的时候就放榴弹 这时候就是千万不要去 不要去省啊 不要去省啊 这边20%了啊 又就继续可以去上一个 这边要躲一下他手雷 好最后一个好像手雷被最有卡 但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好吧 本期视频节目部分就到这里 那如果这个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记得点关注 那么喜欢我们可以来我们直播间 虎牙直播送走龙乖的小狗兽 那么每天下午2点钟 晚上7点钟 不见不散哟 拜拜 两个月 两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